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訪華行程 兩度推延後終於成行 《中國外交部》10月11日消息 博雷利應要在10月12日到中國 臨出發前她接受了《南華早報》的專訪 這篇報導與博雷利啟程到中國訪問同日發布 正值歐盟尋求調整對華政策之際 她在採訪時透露這次訪華她有三個目標 第一是首要目標向中方重申 歐洲認真對待與中國的關係 不存在任何自在破壞中國崛起的隱藏議程 同時她也期望中國更認真地對待歐洲 她補充說歐盟的對華政策是完全獨立作出的 是從謀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 呼籲中方不要再從與其他國家競爭的角度 來看待與歐洲的關係 《南華早報》的報導說 中國不時都有將歐盟形容為美國的傀儡聲音 博雷利對此反駁說 以歐盟在對烏克蘭援助作出巨大成就為例 歐盟已經從經濟力量轉變為地緣政治力量 她說我想告訴中國的同僚聽的是 《烏克蘭戰爭改變了我們》 歐盟正在非常認真地承擔她的戰略責任 報導同時指出在雙方關係惡化之際 中方不認同歐盟對華作出的決策 是源自他們獨立意志 博雷利的言論正反映出歐洲對此感到挫敗 博雷利說第二個目標就是與雙方經濟關係有關 她說想告訴中方 歐盟對目前的關係不滿 她說我們無意完全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但尋求對華去封鉗 她又指中歐貿易易差巨大 聲稱歐盟對快速增長的所謂貿易不平衡感到擔憂 抱怨中國市場對歐洲企業的開放程度不足 還宣稱如果障礙不被清除 歐洲企業可能會脫離中國 博雷利直言雙方制度差異明顯 但對手不一定是敵人 歐盟希望在公平的條件和環境中 在經濟和技術領域裡與中國進行競爭 歐盟想成為玩家而不是球場 在關於對華去風險的話題上 博雷利就聲稱歐盟和中國平均每日的貿易額達到23億歐元 沒有人會質疑這種帶來巨大利益的經濟關係的重要性 但維護開放體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歐盟必須在開放性和保護需求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以減少關鍵依賴性和脆弱性 從而降低供應商風險 並且實現供應商多元化 博雷利作出保證說 歐洲仍然將會是世界上最開放的主要市場 不過就連南華早報對於博雷利這番言論都有質疑 報導中提到 除了早前對中國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 歐盟最近又相繼盯上了中國的風電和鋼鐵行業 正在醞釀著新的反補貼調查 對於歐盟內部對中國存在不同的聲音 波雷利的想法就不免有點樂觀 他認為在面對共同挑戰時 27個成員國能夠找到共同點 不過事實就是已經有不少的歐盟官員 成員國和業內人士 明確表態反對對華實施反補貼調查等保護主義措施 直言這樣做 既無益於歐洲企業的競爭發展 也擔心會引來中國的報復 南華總局還提到 波雷利到中國之際正直國際形勢多時之秋 這是他訪華的第三個目標 他說 我們是可以嘗試在地區問題上合作 包括中東的巴爾衝突升級 他特別提到俄烏衝突 說歐洲大陸不是完全相信中國會像他的主張這樣保持中立 也並不期望中方會採取歐洲路線 但希望中國能夠做得更多以示中立態度 他說8月中方出席在沙特吉達舉辦的烏克蘭問題國際會議 就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步 但要令烏克蘭相信中國不是站在俄羅斯一邊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好像這樣要求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的聲音 自衝突爆發以來可以說是樂意不絕 對於俄烏衝突的問題 其實中方此前已經表明 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強調 中方始終都是秉持客觀公正 站在和平正義的一邊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身的立場 主張各國根據聯合國憲章中止和原則 和平解決國際分斷 總結薄黎莉的專訪 最突出的他是想表達出 歐盟是獨立於美國推動外交政策 因此不滿中國 沒有將歐盟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看待 我認為從政者要說服對方 或者對方的人民接受自己的觀點 或者相信他的行為是善意的 在現今外交市場推廣化 即是Marketing化的世代 不只要聽政客說了些什麼 更重要的是看政客做了些什麼 波雷莉口說歐盟獨立於美國的對華政策 不過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則報導 10月20日歐盟和美國舉行峰會 雙方圍繞著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對歐盟鋼鐵和鋁徵修保護性關稅引發的爭端將成為歷史 根據法蘭克福匯報得到的信息 一種選擇顯然是在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之後 也將會對進口自中國的鋼鐵發起反補貼調查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對他們徵修懲罰性關稅 報導說這樣一來 歐盟就可以在不脫離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框架的情況下 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對中國的鋼鐵和鋁徵修關稅 美國將歐盟向中國發出強烈信號作為歐盟鋼和鋼 免徵保護關稅的條件 報導說特朗普是在2018年對歐盟的鋼鐵和鋁徵修保護性關稅 歐盟和美國打起了一場真正的貿易戰 兩年前雙方就暫停徵修部分關稅達成了協定 如果沒有達成長久的協議 來自歐盟的鋼鐵將會再次被徵修25%的關稅 而鋁就將會再次被徵修10%的關稅 解決方案的核心是一項全球可持續鋼鐵協定 這將使得雙方能針對中國等觸見新的貿易壁壘 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避免美國對歐盟的鋼鐵和鋁家徵關稅 歐盟會應美國的要求向中國發起鋼鐵和鋁的貿易戰 這樣的操作又如何令中國民眾相信 波雷尼口中歐盟是獨立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呢? 又如何令商界相信歐盟還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呢? 波雷尼這番的話 中國官員聽到是否覺得很諷刺呢? 再看看馮德萊恩等歐盟高層聲稱 對中國展開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是有實質的證據 幾乎是未審先判 外界可能認為歐盟早已部署周密 一早就收集了各方的證據 但當看到歐盟怎樣展開調查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搞笑的 德國商報11日報導 除了針對中國汽車製造商展開調查 從上週開始 德國三大車企 寶馬、奔馳和大眾集團 接連收到歐盟委員會通過電子郵件發布的 一份長達7頁的調查問卷 被要求填寫企業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詳細情況 此外 歐盟委員會選出的製造商 還被要求回答另一份多達43頁的調查問卷 其中包括單個汽車零部件的採購等詳細訊息 為了避免因為具體細節公布 導致製造商在競爭中處於劣勢 被要求應答的企業可以申請保密這份問卷 德國商報說儘管德國汽車製造商 在官方表態上都表示願意配合歐盟委員會進行調查 但私底下 業內人士對於歐盟問卷調查的程序 就是滿腹勞騷的 非常不滿 有行業代表說直至9月中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說 大多數的官員才得知將會進行調查聽證會的消息 還有消息人士向商報抱怨說 歐盟這份調查問卷 發放也相當混亂 有兩間製造商的問卷 是被發送到企業公開郵箱 而不是發給業務直接聯絡人 還有一間德國企業說 他們收到的問卷是發到客戶服務部的 他們認為這個水平實在太業餘了 當地時間星期三 歐盟委員會一名發言人就對商報回應說 他們發送的電子郵件都是使用企業公開訪問的地址 這是這類調查的標準做法 報導還提到目前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 已經聘請了一間律師事務所 組建辦事處配合歐盟調查 以督促製造商提供必要的信息 但在德國汽車製造商看來 ACEA的主席 同時也是法國雷諾集團首席執行官 回澳 正是這項反補貼調查的幕後策劃者 因為與德國企業相比 好像雷諾、標誌、雪鐵龍這些法國核心汽車製造商 在歐洲面臨著中國電動汽車品牌的巨大競爭 但在中國並沒有受到反制措施影響的重要業務 一位德國汽車業內人士是如此總結的 這項調查就是強硬的法國利益政治 相報報導說現在保馬、大眾和賓慈都很擔心 中國方面可能會對這項調查作出反應 中方已經表明密切關注歐方後續調查程序 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這次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調查 部分原因是德國和法國在歐盟的內鬥結果 但從歐盟發佈問卷的手法真是太業餘水平 令人不得不懷疑這個調查是否收到指令要硬推 而歐盟官員是根本未準備好 歐盟做調查的程序這麼業餘 是否真心要通過嚴格客觀的調查來得出結論 還是做一下樣子、做長戲 歐盟高層心中早已有答案 另外看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各自有否決權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一下這個否決權的因由 為何說聯合國安理會決策機制 在制止世界大戰問題上有缺陷呢? 歡迎訂戶到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語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